接下來講的叫做劑頭漏斗 這個在下學期 這學期做氧氣的時候就會出現劑頭漏斗 這邊有個杯子啊 然後你裝上去啊 然後留下來劑頭漏斗 然後呢場館呢 我們未來會告訴你說 它要有裝水 場館要沒入水中 盡量接近底部 避免氣體溢出 這是未來要交的重點 要記住的事情 不要這樣進去做重點 對呀然後就記頭漏斗 我們未來就看到它 然後呢 它就是它的形狀可以幫助你把它弄下去 啪啪啪啪的說明它的用途而已 看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來這個低病管的下學期 要做酸點中文 因為昨天有看到它 你記得嗎 一個很長很長的管子 然後低病管 低病管 然後呢可以再做 它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它的靈在上面 裝滿的時候是靈 然後低10號聲就降到10號聲 你看看客戶 客戶上面是靈 下面越來越多 然後呢還有兩種 一種叫做酸式低病管 一種叫做鹼式低病管 酸式低病管 只能裝酸 鹼式低病管只能裝鹼 這個下全形會教你 那現在有一個舔不容的 那一種就是 上面鹼都可以用 玻璃做的只能夠裝酸 不能夠裝鹼 不能夠裝鹼 因為鹼會溶解玻璃 它會把它黏住 它會再長不動 OK 好 然後呢用低病管夾 用低病管夾把它夾住 然後就是這樣 低病管夾 這樣 OK 然後呢漏斗 你看這是漏斗 這是漏斗 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我們會講到漏斗的 上面的濾紙 使用 會教到濾紙的使用 過濾的時候呢 那我們會讓這個漏斗頸呢 貼頸燒杯壁 過去的參考書說 這個是為了利用附著力 加速過濾 但是後來配偶就明示 它就是要怎樣 避免濾液 漸出還是一樣嘛 不要它到處亂噴嘛 一樣 噴 然後低管呢 簡單低管就這樣 就叫低管 然後吸東西弄過來 它的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讓你的藥品 痛到上面的乳頭浴管的橡膠的部分 不要讓它上到這個橡膠的部分 就是有橡膠的部分 不要直接 不要倒過來放 不要吸太多 多到會進到橡膠的部分 這樣就是它的重點 然後兩筒 兩筒 這待會要教這個重點 怎麼使用 目光要平視 平視哪裡 你知道未來再說 兩筒只有一個用途 兩液體比肌 不可以配藥體 不可以加熱 不可以發生化學反應 它只有一個用途 什麼用途 液體體肌 它只有一個液體體肌 OK 然後溫度 就是量溫度嘛 量溫度 然後不可以直接加熱 溫度肌這玩意兒 只要有裂掉一點點 小到你用肉眼看不出來的裂縫 這溫度就掛了 這溫度就掛了 所以不可以直接來加 讓它破掉 也不能來敲 當作波棒它打來 打來也不行 打來也不行 所以不可以當波棒 會直接加熱 量溫度用的 未來有交溫度跟熱的時候 再出現一次 然後上面我們會把那個量 量質量 使用方式是目前的考試重點 未來再說 然後彈簧秤是量重量用的 這個有一個可愛的補課定律 未來再說 然後酒精燈加熱 這是一個考試非常愛考的內容 就是如何使用酒精燈 等一下再說 等一下再說 然後乾鍋跟乾鍋夾 就是用來加強 就是放東西去 然後讓它加強熱的 加高熱的用的東西 然後注意要乾鍋夾夾它 然後避免它會被燙到 然後夾的東西是這樣的 乾鍋夾最簡單 這裡寫的話就是這個圖 這個圖的意思 怎麼夾 前面那個用尖尖的夾 整體用那個彎彎的夾 這個意思 這個用這個意思 OK 用夾的意思 OK 乾鍋夾的使用 然後燒皮 原則上國中看不到它 放進去 然後煮一煮 看一下欣賞一下 原因是為什麼 窄頭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有時候也會放橡皮栽 然後刮灑是 湯匙的意思 就湯匙 讓你去取藥皮用的 讓你去挖藥皮用的刮灑 我們需要當作塑膠做的 像上面這個塑膠做的 有時候有金屬做什麼之類的 刮灑 刮東西用的 然後把結晶弄下來刮下來 拿出來挖下來 扑下來 好 陶瓷纖維網 這個是我們常常用的器材 就是有個三腳架 有一個陶瓷纖維網 水燈放在下面 然後拿去加熱 那位子要放陶瓷纖維網 為了使它受熱 輕於 要被陶瓷纖維網的目的 是要受熱 輕於 然後呢 洗溫網要清理 避免燙傷 進實驗室我會再說一遍 因為只要你加過熱 只要你加熱過了 這個塞塔架都要拿去沖涼 才能放回去 我們的牌子都是塑膠的 你不沖涼放回去 這樣就會融化 就黏在上面 所以我會再說一次 你只要拿來加熱過 它就要拿去沖涼 拿去沖涼 才能放回去 然後廣口瓶 可能有看到對不對 廣口瓶 然後呢 通常是蒐集氣體用 我們馬上就會在後面 交通氣做氧 就知道它就會出現 它會蒐集我們的氧氣 所以它會叫集氣體 集氣體 然後呢 蒐集到氣體呢 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 就做 就是未來再跟你講 未來再跟你講 拿出來要怎麼放 怎麼弄 然後再說 燃燒池 就是這邊 最前面的原因 要幫你燃燒 加熱 當然可以直接拿來加熱 可以直接放到火上面去燒 可以直接拿來加熱做燃燒 這以後也會出現 這個禮蔽制冷凝氣 原則上現在課本沒有 我上課會教到 原則上現在課本沒有 禮蔽則就是說 讓那個氣體通過這個中間 外面有水 它能夠冷卻下來 然後凝結成 液 然後禮蔽冷凝氣 它的考試的重點是 它有的是冷水的入口 有的是溫水的出口 它問你誰是冷水入口 誰是溫水的出口 在以前有教的時候 這是一個考試的重點 不過現在課本裡面是 沒有禮蔽式冷凝氣 不過我上課的時候會教 我上課的時候會教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所使用的儀器 在這裡